早餐 來到我高中時期 下課最愛吃 我覺得宜蘭是我最 我心目中宜蘭市第一名的蔥油餅 他就在宜蘭大學的後門那邊做擺設 那他現在已經牽到了旁邊這個彎角這邊 我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在這邊 這一家真的是我很喜歡吃 可是他比較沒有那麼的有名 而且觀光客也會很少 因為不太知道這件事 可是我自己個人是在宜蘭市 我是從小吃到他這一間 那他是屬於薄皮的那種 就是屬於吃他的麵香 跟他的那個蛋煎的那個酥酥的那種香味 我給大家來吃吃看 我要一個綠茶烏湯掃麵 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蔥油餅 跟前面那一家千斤其實有一點像 可是我覺得他的更酥脆更香 而且比較不會這麼有 看一下他也是屬於薄皮 然後裡面有夾這個薄薄的蛋 然後蛋煎的有點酥酥脆脆香香 哇超好吃的 然後一定要加這個辣椒醬 這就是我小時候的回憶 真的超好吃的 那餅皮是QQ的 然後薄薄的 所以他煎起來的那個豬油味很香 然後加上他那個辣醬跟那個蛋 主要是那個蛋都煎得酥酥脆脆的 會比很多那種就是 像椒細啊那一些的蔥油餅 比較不一樣的味道 如果你們有來可以吃吃看 這是宜蘭在地的人比較常在吃的 好啦 那這一次我主要就是想說 難得回到宜蘭 順便介紹一下我們平常 我從小吃到大的這個 宜蘭式的蔥油餅 棒 喜歡影片的話幫我按讚啦 掰掰 哈囉各位早安 因為看得出來我眼睛蠻紅的 因為今天的話是主要來拍一個 就是我們上一次那個 蔥油餅的夏季 那這一次這一家的話 它是 我覺得它蠻隱藏版的 它隱藏是在我們 宜蘭的一個 台灣銀行旁邊的一個小巷子裡面 那它從早上開始 6點開始散 不過通常到差不多9點左右 就真的快要買光 而且 都要排隊 那它的蔥油餅很特別 它蔥油餅是屬於那種類似 比較乾烙型 然後也是薄的 所以它吃起來是更Q 更不油膩 然後麵香 麵粉香更重 這是很長排隊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排隊 好 小辣就好了 對小辣就可以了 沒有 沒有 那後面還有一個橫掛 這餅吼吃的方式蠻合的 可以做捲 你的肉炒的肉 好 謝謝 謝謝 他有看嗎 一直一直一直有人來 然後生意真的是超級好 好啦 先去車子那邊 然後等一下先吃給他看一下 宜蘭真的是變很多 以前這些都是一些老房設 現在都拆掉 變一個小公園 那我們在這邊吃 好 我給大家看 這一個就是更特別 這一個就是屬於乾烙型的蔥油餅 然後這家在那個市場裡面 我看生意真的超好 而且它的熱度很高 因為主要這種蔥油餅跟 前面我介紹幾家 對 宜蘭的蔥油餅吃起來的話 差別就差在說 它真的不油 你那種手去拿它之後 手都不太會有油的感覺 所以吃起來會很清爽 那它這一種的特色是什麼 它的這種特色就是 它的麵 它雖然是薄皮 但它的麵香的那個嚼勁很 那種Q度很好吃 它是屬於那種有沒有 只要就是乾烙 那這種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放涼了 它會變更Q更好吃 可以吃起來很棒 那它其實很簡單 它沒有做 現場沒有做什麼醬飲加蛋什麼的 它就是原來的賣 原始的這種口味而已 就配一杯冰豆醬化 人間景超爽的 所以我會推薦說 我台北的朋友來伊朗 不要只去吃觀光客吃的 可以來吃一些我們在地人 以前從小吃到大的一些 頂著一些食物 其實真的很好吃 好啦這次我回宜蘭的話 主要就是 張宥平交的這兩個行程 那 喜歡我的影片就幫我按讚吧 掰掰 不懂我們 沒有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